大家好,我是Soundbar Guy 今集想繼續跟大家聊一聊 究竟大概五千元,甚至是小過五千元 有什麼其他Soundbar選擇呢? 之前介紹過,又有LG,又有天龍,又有什麼? 糟了,忘記了,上集是什麼? 對了,上集是Pod Audio的Soundbar之外 這些都是比較小的Soundbar 它不是一個full feature 的Soundbar 不是一個完整的Soundbar 但是有很大的市場 一來價錢便宜,二來省位 因為它連後置都沒有 有些人覺得不方便等後置 甚至有些人不喜歡放重低音 所以這個市場上有些單支的Soundbar都很受歡迎 但是,如果你聽了節目都知道 三巴街,你要單支,我要覺得OK 其實市場上只有一兩支 我之前都介紹過 一定有機會會再說 因為其中一支 我是未正式說我的聽後感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哪一支我以前介紹過的獨行俠Soundbar 我是未講聽後感 如果你知道,就證明你真的很流心聽我 以及超級大粉絲 如果知道的話 觀眾朋友就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可不可以提醒我 究竟哪一支獨行俠Soundbar 我是未講聽後感的 好了,言歸正傳 今天繼續延續五千元 甚至below五千元的Soundbar 是哪個產品呢? 今集有少少不同 我今集不是講一個產品 是講三個產品 但也是下一個品牌 這個品牌就是天龍 不是五千元 是天龍這個品牌 裡面包含其實是兩條產品線 第一條產品線 其實以前也說過就是 天龍的Home系列 裡面的其中一條Soundbar 就是五千元 五千元以前說過 五千元其實這個Family 這個Home的Family 這個肯定是抄 是模組化設計 都是可以混合和配合的 但是它暫時 天龍這條線的產品 不是太多 那麼這個五千元 基本上就是抄 Soundbar的Beam 其實Head to Head 就是Soundbar的Beam 因為大家都沒有專屬天空星道 但是大家都能夠解讀到 Dolby Atmos這個Signal的Soundbar 那只用那條Soundbar來計 基本上大家都是3.0.0 而大家也容許你購買其他產品 變成一套完整的5.1星度系統 用三層架構表示就是5.1.0 最後的數字是0 因為它沒有專屬天空星道 但是雖然是這樣 不代表它出來的效果差 兩部機器都能夠給你一定的Atmos 空間感 當然去到天空星道 就真的不太明顯 甚至需要擱下腦筋 你的腦袋 一些想像空間 根據畫面 我覺得是收貨的 我覺得是收貨的 當然如果你能力可以的 例如Signal是升級上去 Signal Arc 但是Denon沒有 Denon整套系統 給到盡都是5.1.0 給你 你不可能 有一條三巴 或者希望它遲些有 向上發聲的天空星道 我希望Denon做到 因為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天龍 不是太扔得多資源 在這條線上 我覺得怎麼形容它呢 像是一些明星仔 二、三線明星 半紅不黑 你又說不出他的名字 你可能認得他那些 接近Calevrier 或者二線到尾的演員 給我感覺 這條線就是 我之前節目也說過 要觀察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不可以買Denon50 我現在說Denon50 為什麼不可以買 很簡單 如果我是一個Billionaire 講講美金 不是港幣 我是一個很有錢 很有錢人 現在我收購兩家公司 兩個人放出來 兩個品牌 我要收購一個Sonos 一個Denon 你會選誰呢 眉眼都知道 是選Sonos Sonos brand name 大於Denon的 在我的角度 所以我剛才回到Denon 你如果上去看網站 他每件產品 有一件的highlight 就是Denon 是有百多年做音響的歷史 所以 他的台詞 所告訴你 所以我的product 是很棒 他這句話 這句話 我覺得 第一 我不是很喜歡這些話 這些都是類似Model answer 固定了的東西 你在lecturing 我告訴我 你有這些經驗 所以你做的事情好 我是不是很喜歡這些話 所以我經常覺得這些話 是Noise 可以馬上插走 很不幸地 Denon就用了 不是不用得 我覺得是用得 什麼情況是用得 你的名字真的夠大 就可以用得 如果是B&W 你跟我說 我覺得絕對沒有問題 雖然也是那句 這句話出來 是對品牌的認知而已 不代表 你準備購買這個品牌旗下的產品 是代表它一同的品質 未必一定是 沒有必然的關係 我只是想說 Denon 是不夠了 放這句話進去它的產品 去highlight 反而我覺得是阻礙了 阻礙了它表述自己的產品 強項的東西 對我來說 這不是強項 對我來說 B&W是 Denon不是 如果剛才說了 我是收購 我會收購Sono 就是Sono 它歷史哪有百多年 但是兩個品牌 就是無論品牌價值 product value I mean goodwill 不是product value 我說錯了 是那個品牌的value 兩個compare 毫無懸念 是Sono 比Denon大 所以 Denon這件產品 不是不能買 是要等它多出兩三代 我之前節目也有說過 是觀望 它的idea沒有問題 你只要抄Sono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抄得好 抄得厲害就可以了 這個世界沒有問題 你只要抄 抄得好 以前日本人最喜歡抄別人 日本人哪懂得創意 你抄得好 你抄得好 你就是贏家 天龍 我暫時還沒看到 它是抄Sono 我看不到有什麼強項出來 再加上 我說觀望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知道它玩多久 整條 整條產品線 在說home這條產品線 它可能見 收視不好 沒什麼人買的產品 折了 你明白嗎? 我買的時候 你給我一個懸念 你給我一個圓景 我 那個圓景是什麼? 我買完這條三包 可以配合其他東西 變成一套完整的系統 你某程度上 你不是說 我告訴你 是可以的 你買完之後 砌過5.1 但是你不跟Sono Sono有其他東西 讓我混合 這三包 我不喜歡5.1 我要砌成5.1.2 我便換一支 Sono Art 我有選擇 你現在 Denon 好像真的有選擇 但這個選擇 是有限制 你只是把一個 5.1系統 拆散賣給我 我就覺得 在商言商 你現在這樣的做法 抄不抄 抄不到別人的Sono 那個精髓 再加上 你如果真的摺了這條產品線 我的願景就是 你斷了你的承諾給我 不過你可以跟我說 我沒有說 有這個承諾給我 所以 看到這麼久 出了這麼久 這條線 他還有沒有什麼新的產品 去支持他 所以是我擔心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其實很希望 Denon 也能出到 像別人的Sono Art 有向上的天空星道的三包 但是也過了這麼久 也沒有 給我感覺 天龍這個產品線 是純粹在這裡玩的 什麼意思 人有我就有 別人出一些東西給我 我又出一些東西 證明我可以 那就糟了 一家好的企業 不是做這樣的事情 雖然Denon 整條看的東西 你看不到任何創新在裡面 糟了 我好像說了這麼多 我不提的人在批評Denon 我想說一句 我是玩家 作為玩家 我不想Denon 死 Denon 我很喜歡你的 其實 不過就不是你的三包 我很喜歡你的AV抗音機 其實你的AV抗音機 我覺得真的便宜靚正 我覺得是便宜靚正 便宜靚正 如果有些觀眾朋友 不玩三包 買想玩抗音機 我義無反顧 我一定推你 天龍的抗音機 雖然這幾年因為疫情關係 搞到好像沒有什麼新型號 平價機款 入門機款又沒有什麼 這樣而已 你的抗音機 絕對我是很喜歡的 Denon 但是來到三包 我覺得你真的是新兒子 我覺得 特別是你這條Denon Home 為什麼我罵得這麼厲害 因為 我是想你可以創行到對家 我作為消費者 我不想得一台獨大 即是在類似模組化 音響領域 類似Sono這個領域 你出到 你出得成功 我會給你Like 但是很可惜你現在給我感覺上 你真的 在這裡 抄輸 抄功課 又抄得不好 而且我看不到你好像想 繼續投放太多資源 在這個Home那條Line裡面 我真的看不到我現在 我這一刻看不到 除非或者我這一集節目出街 沒有多久 或者已經出了 我孤立畫文不知道 你告訴我 你現在Home出了一個什麼 600 650 750 又出了一條Bar 又向上天空發聲 又可以跟Family 互相像Sono一樣 互相連動去使用 那我再看看 會不會給你更高分離 觀眾朋友注意 我講了這麼久 都是講回以前的產品 天龍550 即是天龍Home的Series 好,接著我們就看 天龍最傳統的產品 即是出一些普通三丫產品 Honda這條Line有兩件產品 一件就是S517 一件就是S217 我們再看回整個天龍系列裡面 其實產品的Defense Station 都很清晰 你們看到 要組裝一套完整整的系統 就麻煩你買Home Series 不過我剛才說了它的缺點就是 你怎麼組都組不到一個 有專屬天空星圖的系統 接著走下去 就變回剛才說的這兩個系統 這兩個系統 那麼 你不可以說買回來之後 加後置環繞聲 就全部安定了一個 一時間的購物 你不可以後加東西 那麼 S517 是屬於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呢 它是出奇地的 在這件產品裡面 它有向上天空星道的 那麼它就會有一個三巴 再一個十烏法 沒有後置的 那麼 再便宜一級了 那麼它就是很單純的一枝巴 再勒 沒有得勒 沒有十烏法 亦沒有後置 那麼就很清清楚楚看得到的 你只看買回來的物件 你已經看得到的差異在哪裡 那麼我們 剩下的時間就會專門看一下 這兩部機是怎樣 那麼首先就講講外觀設計先 外觀設計是四平八穩的 我沒有什麼投訴的 兩部機都有類似布料包著的 那麼布料有布料的好處 官方答案這些 你見很多人都說 用布料出來的聲音擴散好一點 那麼我也跟著講 有時候有些事情大家都要 隨波逐流 告訴大家 因為有用布料的關係 聲音擴散好一點 那麼好幾多呢 沒有人知道 這個不是一些科學數據 那麼 會不會貼塵或者貼貓毛呢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太多人投訴 這兩部機有這些情況 但是始終用了布料 有這個存在在 如果你有寵物 就要注意了 那麼外觀我沒有投訴的 而三巴的長度 我覺得是適中 它不是太長的那種 因為始終是預算的三巴 還有它的好處就是 有上一種長度 聲音的 separation 會做得好一點 你看回其實三巴 你不要當它是什麼新奇的科技 其實它只是兩個 speakers 不過按扁了它 把它變成一條 bar 問題就是 你平時等兩個 speakers 你都要有一定的距離 你才呈現出來的結像 才會OK 才會聽到得出聲音的 separation 來到三巴 所以要一定長度 我們的 separation 才做得好一點 這方面 這兩部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反觀我知道 上屆之前介紹的兩部 比較短的三巴 就有一個問題 例如 LG Eclair 或者是之前說的那部 剛剛那一集 Talk Audio 那個 Mini Manifier Mini AX 那兩部就真的 由於三巴的長度太短了 所以那兩部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你皇帝偉的Sweet Sport 相對是狹窄一點 和聲音 separation 沒有這些 比較傳統長小鮮的三巴 還用得這麼好的 好了 回來講回 Tenno 這兩條巴的外觀 我是收貨的 長度也適中 那 如果你買貴的S517 就有一個接收器 接收器也是 我會覺得OK 至少看上去不是cheap 你看上去 這個價錢 可以給你這樣的造工 我覺得滿意的 無論你去到最便宜的S 217 或者剛剛講的517 都是我收貨的 外觀設計方面 好了 接下來就看看 支持的3D Audio 格式 這兩部機 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 或者我們買的機 最重要就是 支持到3D Audio Dolby Ammo 沒有問題 全兩部機都可以接收 可以解讀的 唯獨是沒有DTS X 就不行了 也是那一句 今時今日 我相信 你買得到這些預算機 我相信你都不是發燒 你未必會看影碟 未必 或者看檔案 你未必會看一些有DTS的內容 因為這些產品 你都是一般用家 都是看串流平台的影視作品 而這些串流平台提供的 現在這一刻 我看見 都只有Dolby Ammo 所以這兩部機 是絕對勝任的 雖然對我來說 少少瑕疵 就是支持不到DTS X 但是 你不可以有這麼高的要求 到這個價位 所以這部份 我都覺得 絕對跟其他產品看齊 沒問題 我都會叫做 接近滿分 那裡減5分 因為DTS X 真的 受眾不是太多 好了 講完這裏 我們就講回這支Soundbar的單元設計 我們首先看看S517 這套package裡面 包含了一支Soundbar 和一個重低音 如果我們只是計算這支Soundbar 用Admo三層介構表示的話 它將會是3.1.2 第一組數字是3 它提供了三個耳朵水平的聲度 中間數字是0 因為這支Soundbar沒有重低音 而最後那組數字是2 這支Soundbar也是 但是據我理解 天龍應該是唯一一支Soundbar 提供到向上天空聲道的發聲單元 所以最後一組數字是2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熟一點天龍 究竟天龍是不是只有這支 我做這次 現在 粗疏一點 或者我所知幾部機來算 只有這部有專屬的天空聲道 不知為何天龍會這樣做 我希望天龍遲些 多些產品是有專屬的天空聲道 那就是3.0.2 不要忘記這個配件 連同重低音 所以加上重低音 中間數字就有0變1 整套系統有300架 實污化 三層架構表示 將會是3.1.2 一個很完整的M 前面那一部分 沒有了後面 因為沒有了後面 3.1.2 這就是S517的佈局 我們接下來就看便宜一級的S217 217很簡單 一支三巴 這支三巴就是2 是2.0 不過官方跟你說2.1 官方想告訴你 它這支三巴裡面 是有處理到重低音的 不過 它就不用一個Subwoofer 將它埋在這支三巴上 那 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再講 總之 我三巴家一定能量這支三巴是2.0 雖然官方說是2.1 可不可以說官方強硬來呢 2.1 我又不可以說是強硬來 他真的嘗試加了一些重低音下去 他說2.1是2.1 這個是官方告訴你 總之 我三巴家就義無反貴 是2.0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完 它的星道佈局之後 這支三巴 我們怎樣去看電影呢 看電影就很簡單 這兩支三巴 都提供了一個E-R的插頭 就讓你接在電視上 那就很方便了 就可以接收由你電視 傳回來AMMO信號 再出解碼 接著放給你聽 如果你用這個接駁方案 我相信是最多人用這個方案 這部電視機 一定要有E-ARC 或者ARC 的HDMI接口 還有特別是 如果你這部電視機 只有普通ARC的接口 的話呢 就確定你的電視機 是支持到 ATMOS通過 即是 能夠 你的電視機 容許ATMOS的訊號 由電視射到 這支三巴 在這裡不再長講了 因為這方面的 related information 我以前集數有講過 有需要的朋友 就可以看回以前的集數 這兩支三巴 雖然是便宜的 但它也提供了一個額外的HDMI 輸入功能 你就可以將 例如 遊戲機 PS5 4 Xbox 甚至Apple TV 4K 一些 在external device 接到三巴 由三巴 收到所有 Video Audio的訊號 Audio 三巴收到 就會去解碼 放一些聲音 Videos 三巴的角色 就是左手交右手 Pass through 給電視機 當然 平價三巴 它的普通 Pass through 是支援到的 例如 Vision 一些普通的 4K60的傳輸 是OK的 當然你說 要很先進 你要打機 要4K120 對不起 你不可以把你的機 直接插入 三巴 你要用回 剛才所說的 最簡潔的方向 方案 不是方向 說錯了 最簡潔的方案 將你的 這麼厲害的遊戲機 插入電視裡 你的電視 既然都支援到 4K120 當然應該是EA 那你電視機的EA 就可以把 收回來的Atmos 我假設你的遊戲機 你打個遊戲 Udobe Atmos 就可以把Atmos 射回給三巴 這樣就解決到問題 所以 基本上 傳輸 是不是真的支持到 4K120 我覺得 如果有 當然是 沒有 我覺得不是一個太大問題 剛剛 我再上官網 再看資料 沒有說到 這支三巴 可以 Pass through 到4K120 但是我看過本地 有某台 他介紹 S517的時候 他就說可以 Pass through 4K120 這樣 也是一件好事 Pass through 4K120 那麼 517可以 217可以不可以呢 我就留給大家 去問 如果你真的對這兩部機 有興趣 你去試機的時候 就問清楚 買那個人 雖然 我重新 就算不行 我覺得 No big deal 不行 你就插入電視圖 況且你要4K120 你的電視已經這麼強 你都會用電視 插入電視 電視 接著 會把Atmos 給你 所以 沒有問題 我覺得三巴 是不是真的Pass through 4K120 問題 不是真的這麼大 好了 來到聽後感時間 今次三件產品 第一件 Tinnon Home 550 這件產品 以前已經介紹過了 所以我今集 就不會很specific 再細節再高呼一次 如果對這件產品有興趣的話 看完這集之後 請欲報 看回我之前介紹 Tinnon Home 550 那條三巴的影片 好了 回來 我們首先 講就是S517 S517 是一個半齊全的組合 有三巴 有S517 沒有後面的兩隻 那它給我的聽後感是怎樣的呢 第一 這條三巴 它有專屬的天空聲道 它給到那個 空間感 那個臨場感 是有的 因為其實 就算現在去到這些 平價機種 有Dolby Amos 加持之下 它都給到一定的 模擬 當然那個空間感 給你的 都是充足的 我們唯一 對我來說 唯一我會在意 就是 它這個空間感 那個密度 那個成像 是怎樣的 那這部機 也是水準的 就是 on average 以上 slightly above average 或者這麼說 而 整件事 我是滿意收貨 看電影 我覺得是絕對適合 是投入的 因為它有一個獨立的重低音 當然這個重低音 受制於機箱的體積 你不可以期望到它有很多驚人的表現 但是以這個價位來算 我覺得是絕對無投訴的 那看電影 絕對OK 唯一我有少少少話要說 少少微言 就是這個組合的天空聲道效果 和我預期有少少出入 我預期是什麼呢? 我不會預期到它很清晰地聽到聲音 在天空邊 我是預期至少有一股 天空聲道的氛圍 某些情況下 我會認識到 那些聲音 是在上面來的 例如看 Doby的demo tip 你一定會有這樣的場口 你一定會知道 這部機能否給到你呢? 可以給到 但是 有出入 我會用哪部機和它比呢? 它這個效果 我會用LG Eclair 大家都是有天空聲道的 這部機 可能我對它期望比較高 S517 所以我期望它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把LG Eclair 下來比呢 那麼這部機的天空聲道 呈現出來的效果 就絕對比LG Eclair LG Eclair 不是那麼明顯 它可能是受制於 它真的受制於 它這麼短的聲音 裡面 它把單元放進去 它沒有太離譜 已經是慶幸 它沒有炒賣一疊 它雖然也是炒賣一疊 的聲音 但是 還是可以接受到的 但是來到這裡呢 由於它有上一場 沒有太過好像LG的問題 有較為容易炒賣一疊的情況 LG 一去到複雜場景的時候 它就有炒賣一疊的感覺 這個說法 我怕大家會嚇到 大家是OK的 只是我覺得 會有一點點辛苦 我覺得對LG的機制來說 來到這裡 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剛才說的天空聲道 我亦覺得 S517的天空聲道的表現 是比LG Eclair 是肯定好過它 不過 可能 我要求我高了 所以我覺得 跟我的 預想是有一點點落差 希望大家明白 不是說它的天空聲道 完全不止是跟我的 期望有一點點出入 其實是合格的 以這個價錢 你給我這樣的東西 我是沒有投訴的 在這件 S517裡面的話 好了 到了聽歌裡面 它只有藍牙 它沒有AirPlay 又沒有Google Chrome Class 這兩樣東西沒有的 你只有藍牙 經常的歌仔上去三百度聽 我個人覺得 聽歌 用藍牙的表現 是 on average 和其他藍牙喇叭 都是那些質素 人聲 這些機制最重點 就是人聲清不清晰 清晰的 高音也沒有太尖 或者不自然的地方 基本上 整個產品 它都能調節 我都挺喜歡 挺滿意的 唯獨是聽歌 如果這部機 我就不會用藍牙來聽歌 可以的話 也會用 Comcast 或者AirPlay去聽 可能你說 我又說沒有AirPlay 沒有Comcast 那怎麼辦 答案就是當然要付錢 買一個Apple TV 4K 或者Google Chromecast 插進去三百度裡 那你就可以 通過Wi-Fi 將你手機 射一些歌仔 上支三百度裡解決 因為 我覺得很多機器都要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因為 他們的 藍牙方面 可能我要求過 我覺得藍牙方面 聽歌 其實我 我本身都不太著重 聽歌的部分 藍牙聽歌 我始終覺得 真的差點 還有 好看那首歌的製作 因為我發現 在Spotify 有些歌 用藍牙聽我覺得OK 有些歌 用藍牙聽我覺得不行 很多時候 是港產的那些歌 我不知道為什麼 製作水準還是什麼問題 總之 這個是我個人意見 這部機 是絕對 水準以上的 Target audience 其實這三部機的Target audience 都是 Wall居 甚至是納米樓 是最適合的 或者你 不要說納米樓 你放在房裡 我覺得都是適合的 不過長度就比 資上兩集介紹的 LG Eclair 或者是 Pock Audio 那個 Manify Mini AX 略為長一點 但是 都不算很長 是可以接受範圍 這就是我對S517的意見 下去 最便宜的那條 或者三層架 不是三層架 最貴 最中間 最便宜的 就是S217 既然最便宜 他給的東西 你贏的最少 是Hardware部分 他只是給你一條三巴 也是我個人來計 一單條三巴 我是有少少戒心的 或者你可以說 我對他有少許偏見 那麼偏見還偏見 我其實做這集的時候 或者做這一類 比較似一級五千左右 或者樓下的三巴 我已經降低了期望去看 所以 是不是偏見 就 各人各人的看法不同 好了 來到講S217 一條三巴 他官方說是2.1 為什麼? 因為官方說他已經 用了心機 加了重低音 融合了三巴 那麼當然我三巴街 聽完 還沒看之前 我已經說 剛才我說 單元的時候 我已經說其實是2.0 當然現在聽完出來 我都告訴你們 這個大概是2.0 他是有Base的 Base 不可以跟他剛剛說的S517去比 不可以跟他比 甚至 也不可以跟他最Top的那支HOME550比 那 就不是說他差 只可以說 你有三個選擇 Denon給你就真的 根據價錢 給你有不同的Hardware配件 這個是最低的 只有一支三巴 好了 先說說聽後感 他在ATMO Soundtrack裡面的表現 是有驚喜的 因為他給了空間感給我 沒有問題的 空間感和臨場感 其實這部機的表現 跟剛才說的S517 差一點點而已 兩部機的空間感和臨場感 基本上是很接近 很接近 當然 你說一個層次感 當然是S517好一點 但是來到這裡 你這樣的價錢 二千多元 你買到一支ATMO Soundbar 就真的很難買 雖然 他已經抖到他得到2.1 他叫2.1 我叫2.0 但是出到這樣的空間感 我是收貨 唯獨是 他沒有向上發聲天空單元 那會不會很大影響呢 這支S517來講 我又覺得 影響不大 剛才我也說了 他是沒有天空星道 這類型的S517 我本身已經做了一個adjustment 給他 他要給我什麼呢 我只覺得是合格 我的criteria就是 他要給到一定的空間感 臨場感 甚至surround effect 都要給到一點點 當然surround effect 全部都是模擬出來 以及整個音場結像 不可以太鬆散 Density 不可以太鬆散 不可以太疏落 基本上 S217 都勉強做到我的要求 那麼 天空星道如何 至少說明是模擬的 你就不可以要求 他的天空星道 很容易讓你看到 是需要想像力 是需要多一點想像力 你看到畫面 我的直升機在頂上 那你試試用想像力想想 在部分場景 部分的聲音 你可能會有這種 你會有這種感覺 可能 大部分時間下 你都是未必有的 你只可以說 他用他模擬出來 整個音場 去搭救 他沒有真實天空星道 出來的效果 如果跟你說 是有的 就絕對不可能 這三條三巴 除了中間那條 是有天空星道 稍微好一點之外 其實 最貴的那條 他都沒有天空星道 他沒有專屬天空星道 他出來 全靠他後面的DSP 出來你整個成像 感覺 是不是有這個空間感 這個空間感 除了包括左右 就包括高度 怎麼說也好 他一定有高度給你 但是 去到Atmos 有些場景 他沒有辦法 模擬出來 例如什麼呢 我不是今次試的 我是試第二件類似產品 得出來的結論 那件產品也是 在Atmos 的環境下 它模擬出來的空間感 我完全收貨 那件 對我來說是有驚喜 但是 某些場面 舉例 就是 《強戰世界》 《War of the World》 有Tom Cruise做的 那一齣戲 應該是《Chapter 4》 那裡 有個後院那裡 有些衣服 掛在那裡 那些浪衫 有些風吹起衣服 就 有些 的聲音 這一幕呢 是絕對考起這一類 三巴沒有專屬天空星道三巴 是應該沒辦法呈現到的 我看過這麼多條 去到這樣的場面 這麼特別的場面 是控制不到的 任去點模擬 都是模擬不到 那是不是代表 不能買這三巴 不是的 因為我都說過 這一類這樣的三巴 特別五千元以下 很多時候都是沒有專屬天空星道的 它很多時候 給一個空間感 是絕對給到你驚喜的 這三部機其實都給到 當然不同價錢給你的驚喜 感覺不同 但是我是收火的 因為我都聽過其他一些 都是沒有專屬天空星道的 例如之前說的 Sonobeams 或者是 上集說的 Manify Mini AX 那些都沒有 但是 它的空間感給到我 我就自然 我滿足 我開心 看電影有投入感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要的東西 而這部最便宜的 給不給到你呢 就真的要打折折扣 特別 最夠病就是低音 低音來說 你用來聽歌 我勉強給你過關 其實我也覺得不夠 當然 你可能每個人的尺不同 你可能說我要求高 但我覺得已經不算要求高 起碼我覺得 我以前看不上眼的這類三巴 我現在都拿出來看 我覺得是值得看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市場要要 市場要要這一類 只有前面沒有後面的三巴 我明白為什麼市場要有 為什麼觀眾要有 而它 我也明白到 原來廠商都不是偷工減料 都真的給到一定的效果給我 先說回這條三巴 剛剛說了 空間感給到我 環繞感有一點 都是那一句 始終是三支之中 比較信息的其中一條 那什麼人才買得 這一條最低階的三巴 或者最入門 在天龍的世界裏面 我覺得就是 你現在看電影也好 什麼都好 都是用完電視機的喇叭 你平時聽歌 不是太高要求 你也是用回 跟機原廠的 headphone 或者用Apple的 headphone 你平時 或者會用一些 藍牙喇叭 用一些便宜一點的 藍牙喇叭去聽歌 或者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就OK 因為你本身 你本身的要求不是太高 你也是電視 你想提升電視的質素 聲音質素 我覺得這些三巴 是合格的 做到它應有的方法 應有的東西 就是提升你家裡電視機的質素 之餘 它也能給你一點點的電影的感覺 當然 我也說過 以我來說 三至八 我是不會選這條 這個是個人意見 你每個人的要求不同 對聲音要求不同 對它的功能 要求不同 現在我這個是個人意見之夢 我是 你聽我 是聽我 分享我的體驗 我的體驗不代表你的體驗 我一向都經常都這樣說 你們要下場去聽 姑且我這條我不喜歡 S317 我不喜歡 都好 你都去聽 如果你打算 這個預算是 around你的預算 你儘管去聽 我覺得是 可能你會有驚喜 都不定 因為每個人的 Foundation 不同 對一件事物的exploitation 不同 但是 我的verdict 我的財劇就是 這支BAR 我是不會買 但是三支BAR 裡面要選一 我一定是選中間那條 S517 因為它很奇特 雖然我講到天空星道 都不是很有驚喜 但是 它怎樣都好 它的大哥 Home 550 是沒有 但是當然你論到音質 Home 550的層次感 是一定高過 S517 但是考慮過價錢 考慮過整體整套package 我個人 我都是會選 S517 我選擇Home 550 這集就是我對天龍 整個三巴系列的 一些個人的看法 你的看法 或者和我不同 不要緊 如果你現在是 天龍用家 正在用這三條三巴 的用家的話 你有什麼 覺得它好也好 不好也好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讓我們大家 去share自己 對這些產品的理解 和想像 好了 大家看到四條一 就知道現在是四條一 時間 四條一時間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頻道 OK 你喜歡我的節目 想支持這個頻道 繼續有節目看 繼續有得聽我 在這裡發表意見的話 那就當然是需要 comment like share 如果你說三巴佳 我不知道下面留什麼言 但我又想支持你 很簡單 一如既往 在下面 留下四個數字 四條一 一一一一一一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你說多些information 多些意見 我無人歡迎 還有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這個頻道的觀眾 而你又覺得挺好的話 就歡迎你訂閱這個頻道 是免費的 還有按下旁邊的鈴鐺 這樣有新節目推出的時候 YouTube就會告訴大家 我是影音整理員三巴佳 希望下一條影片再見到大家 拜拜